《留下來的,放眼世界,把握環球機遇,接通各地港橋,堅尼地政經,馮智晶》 歡迎回到今日堅尼地政經,今日堅尼地政經就和大家看財政預算案 正如之前我們一直都這樣說,政府的文件懂得看負錄,不要看大宣傳文章 宣傳文章可以簡單地得到你的政策 如果大家想知道有什麼最基本的政策,當然在宣傳文稿就會看到 但如果要看政府數字,懂得看就一定是看負錄 你看到各項部門的數字,你就會知道數字如何來,數字如何去 今日主要是講兩個數字,一個是收入項,一個是支出項 這兩個公共財政最主要的項目,讓我們知道今時今日香港有沒有出現一個結構性的財赤問題 當然大家都知道,你看看總是有結構性財赤問題 怎樣解決呢?怎樣去做呢? 第二,就是今次我們都看到的,香港政府在收入項目上做多了很多事情 因為他們正在用這個所謂的cash flow account 即所謂的現金會計制度,即現金帳目制度 所以當在這個發債的時候,其實是可以變成一個資金流入 雖然感覺上是以為這是收入,但起碼它都是叫做資金流入 這樣你就會看到有多了很多錢花 但實際上之後要還的 但無論如何都好,大家為發債還得到才好借 究竟香港政府在現時這份財政預算案裡面 可不可以看到已經我們的政府收入有沒有足夠還款的能力呢? 這個我們會看看 開支方面,其實香港政府除了近年多了很多 例如國安和不同的教育改革開支之外 我們看到公民社會的陷落或者失去了NGO之後 很多時候過往由一些非政府組織可以擔任的工作 就由香港政府自己做回 所以公共開支必然提高 想著一加一減之下,大家都會覺得 其實雖然沒有公民社會 但是政府可以頂來做,會不會便宜些做呢? 還是反過來,有些開支我們都不能夠完全失去了呢? 譬如今年很明顯有兩條開支項目 大家都預計會有的 或者吹過一出來的 譬如說公務員減薪,很明顯就不見了 第二個就是兩元巴士優惠 亦都說過出來的,亦都沒有了 即是想著馬上調整,大家就決定檢討就算了 研究就算了 所以一加一減之下,究竟這條數有多大的情況呢? 整個PowerPoint今天大概是25頁左右 大概希望30分鐘內完成了它 先說一說,今年整個公共開支 你問我其實最大的影響 並不是體驗在開支和收入上 而是將公共開支和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拉成一個比較 這個黃色的部分就是預測 只是2024年,25年,26年,27年,28年 但是其他就是實際的 我們過去怎樣理解公共開支於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呢? 其實這條數真正的意義就是告訴大家 香港有多大市場小政府 以前我們理解一個Rule of Thumbs 在曾任權年代餓之前 去理解小政府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它的公共開支大概是20%至22%的公共 雖然香港政府作為整個社會很重要的領導 包括它的法制都是要由政府獨攬大權去做 但是過往我們知道在97回歸之後 甚至在主權移交之前 都是將政府公共開支壓縮得很小 希望由市場主導 即是市場藏富於民 政府只是在發揮一個regulator的角色 所以你看到1997到2018年 政府的公共開支是相當於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 20-22%的百分比 相當之小型政府 所以政府就是躲在商界後面 讓商界找到市場 政府怎樣可以去輔助和調適 但是去到1920-20122的時候 你可以說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疫情問題 你想想之前也有疫情 之前也有SARS 不過不要緊 可能當時香港有錢 記住 那份母是GDP 但是我不管 現在SARS可能 現在是COVID 所以政府當時在2021-20122的時候 公共開支的比例是相當之高的 比起GDP來說 但是現在也是逆後復甦 你看到它24、25、26、27、28這些年度 其實這三個財政年度 它預測來說 公共開支也不能跌到22%的本地生產總值 即是政府在這三年的干預和介入 都是佔本地生產總值非常大的百分比 這條數其實作為商界 可能要留意一下 因為政府可以助力 例如在COVID的時候 又或者是疫情的 或者是經濟的低迷時期 但是政府也是一個Risk 即它也是一個Regulator 所以它的參與都很大 這個是用陳茂波的數字 另外你看到政府開支名義上的增長 是比起我們的Nominal GDP 是會升得更快的 不是說Nominal還是什麼去比 比不是就比跟實質數字去比 因為你有通脹 比就是虛線的綠色和實線的綠色去比 就是在說Nominal的政府開支和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 你會發覺政府的開支是爆發的 其實我們越來越多政府的費用 你看到這裡 你只有一個想法 它增長得比本地生產總值更快 那我們的政府的錢是淺從何來 我們夠不夠錢去運行一個這麼大的政府 為什麼過往香港是有簡單低稅制的制度 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們是小政府大市場 可以負擔到一個簡單低稅制 如果政府的參與度開始越來越高的時候 其實我們那個簡單低稅制 就不再簡單不再低稅了 不過暫時也能頂到的 待會看看數字如何頂出來 其實藍色的收入行 紅色的就是開支行 2019年到今時今日 你會看到開支也是多過收入 保持赤字的 但是希望在2023年到2024年的預算下 你會看到收入開始增多了 你會看到這個就是大概512千萬億 買去多少大1千萬億 512 希望有一個好高的收入 但是這個只是一隻預算 只是2-2萬的預算 只是不是實質 但都會有一個龐大的赤字 你看到開支開始減少了 但收入預計會增多 但因為這個收入 每年其實都會赤字下去 再減回期初結餘 你會看到其實都頗糟糕的 在1920年我們的期初結餘大約有700個Billion 現在的結餘到今年大概剩下200多個Billion 在收定預算下2023至2024 之後我們就只剩下100多個Billion 100多個Billion其實是分分鐘少於我們一年的 不是分分鐘 是已經少於我們一年的預算的開支 所以其實按道理很大機會 其實我們過幾年之後純粹是用一個直線拉延伸的話 是有機會我們的結餘是不夠淺剩的 即是我們的政府結餘 有機會而已 當然一會兒可以看看 是有條數可以出述的 怎樣把這條數拿回來 其實我想陳茂波司長都是想得出的 但是純粹按直線去推演的話 我們大概其初結餘的清倉位 大概是26272728左右 看看經濟會不會回來 所以我是陳茂波 我也是望天打掛 求神拜佛就是放在2728那裡 即是如果我們的預算跌到 結餘跌到0的時候 那為什麼呢 因為陳茂波任期去到27年 交給下一任 即是把這條爛帳交給下一任 如果有些什麼事的話 當然不是永遠都是直線的 經濟都有周期的 可能會上回來 但是直線拉的話 大概27左右就沒什麼了 我們可以去看看 我們有沒有方法可以力玩狂難 變回更高的收入 你會看到香港的主要幾大收入 包括利得稅 新俸稅 博彩及彩票稅 印花稅 一般差響 在基本工程儲備金的賣地收入 以及在各個基金回撥的款項 當然我會放下罰款沒收和罰金 因為大家很想看看 其實我們今年是不是罰多了錢 但是你怎麼看都好 其實一看到的數字是靚仔了 2223年的利得稅 新俸稅是有所上升 希望2324年會繼續向上下去 希望這樣這個估算 透過這兩條稅項就會上升 包括你見到 我們先看看利得稅 利得稅你見到 這條數是估得靚仔的 希望現在大概是174個Billion 希望在這個財政年度有141個Billion 下個財政年度去到180個Billion 在新俸稅上 新俸稅也希望靚仔的 新俸稅也是節節上升 希望由79個Billion 去到87個Billion 希望收回靚仔的數字 好像這樣估算 會不會太樂觀呢? 又不是的 我們去看看 在新俸稅和個人入息貨稅 按著英貨稅評估入息的 納稅人數目下 其實納稅人數目 雖然整體人數有多有少 上一年我記得是2021 202223是少得很厲害的 突然間下降了下去的人數 但今年的財政年度 人數好像又回來了 可能會提升了 其中你看到大概 英貨稅的入息 40萬至60萬一年 其實那個數字是升得多的 甚至乎高薪一族 都是升得多的 當然跌得很多的 就是一些20萬以下的人 突然間就少了很多 原因就是 很明顯這班是新入息的年輕人 下面那班高入息那班 應該是年紀大那些 有機會可以說是英俊的 但是記住 這個數字 我們這樣評比 其實幾年評比是有少少問題 因為感覺上就好像沒有了通脹 沒有了加息 沒有了加薪的週期 第二個大問題是哪裏呢 其實那個範疇都很大的 就是去到90萬以上那些 都多了很多 那這些都是 究竟90萬以上 是不是真的納稅的人數 是納了多少呢 還有就是這個 就是大家評估的 就是稅的股 你應該要有多少入息 要交稅 最後跟他爭取的結果 未必一致 另外你也看到了 利得稅也是一樣的 你看到利得稅 反而小企業 是上升了的 大企業 其實也有一個少少的上升 在業務的總數下 這個就是利得稅 按應貨稅的利潤 然後業務的數目 好像那些數 是有少少提升 回到來的 也叫做逆後復甦 一個好的現象 所以從這個角度去看 其實政府的利得稅 和身份稅 它有調整 向上升 我覺得是合理的 希望是 但是真正的結果是怎樣 就要看今年收稅 出了一張稅單 多少人說自己走了 多少人說自己留 我們才知道 但是這個評估 又不是錯得去哪 第二個 其實我們比較大看的數 就是麻煩一些 印花稅其實就會先跌 你看到因為樓價關係 因為我們的印花稅是繼續跌的 但是 還要今年沒有辣椒 所以印花稅會繼續跌 但是希望 二四至二五年 印花稅會上升 另外 猜響數字 猜響 因為今年的財政預算案 加了類進式猜響 希望在猜響數字裏 又是提升 我們忘記了說 新鳳稅為何會有提升 其中一個原因是 今年我們加了新鳳稅 加很少 我們減少了免稅額 減少了幾千元免稅額 再加上年薪五百萬以上 就加了新鳳稅的1% 你會見到其實是一個升幅的原因 不過升幅很少 在我覺得就是 不整大一點 另一個就是 兩條數我都值得去看 這條數就是 基本工程儲備金 其實這就是賣地收入 這條數才是大的問題 你見到我們賣地收入 今年我們想著賣八塊地 是320億左右 320億左右的賣地收入 其實是非常非常之低 我們過去是說千多億賣地收入 今年我們評估賣地收入都這麼下跌的時候 我就覺得有少少奇怪 當然我們都不明白 為什麼你的猜響可以越收越多 簡單來說土地價值 猜響其實就是香港的property tax 物業稅收越來越高的時候 但是我們的賣地又越來越少 按道理地價下跌 你猜響都會下跌 所以賣地的收入是我掌握到 希望賣少些土地的做法 另外就是罰款的收入 其實每年罰款的收入都很高 試過有一年很瘋的 就是罰款收入去到4個 原因是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希望我沒有看錯的 是4個Billion 總之這個數很大 就是4.77個Million 應該等我看回數就好一點了 應該... 對不起 不是 真的是Billion 那就不要緊 4個Billion左右的罰款收入 原因是因為那時候疫情 所以疫情由4個B 然後到2個Billion 然後現在慢慢希望罰款 所以罰款是會減少 它在計劃中 其實2024、2025的罰款 是更少一些的 陳正芯經常說 現在罰款罰得很多 謝偉俊又說 現在政府白業蕭條 又說什麼 今天又被人說了 謝二月 但是又說 我們好像經常在追加罰款 一個所謂的掠奪性罰款 或者叫Predator式的罰款 但現在不像 對不起 不是略奪式罰款 那個學術的名詞 叫做逐利式罰款 但是在財政預算案的情況下 它估計罰款收入希望減少 它希望其他收入頂好它 但是講到這裡 大家又會知道 很多的假設 不是那麼穩陣 因為唯一的假設很真的 就是賣地收入會下降 因為那個土地供應者 政府是唯一的供應者 所以這一個 就知道這條數字 你計算出來 後面這些預算 利得稅 新鳳稅 印花稅 猜響等等 某程度上 都要看著市場來做 會不會過分樂觀呢 又或者 其實它想佛金的比例佔少了 會不會又是過分樂觀呢 我不知道 要等多兩年之後才知道 這些就要看看 漢官國下去評論 但是大家會說 如果我們這樣看 陳茂波不是分分鐘 在他任內已經清零 任內將政府財政清零 那就分分鐘波叔很大責任 大家不用怕 不用怕是什麼 我們還有這條數 這條就叫做 各基金轉撥的費用 各基金轉撥的項目是什麼 其實就是過往財政師 無論是由曾俊華年代 唐英年代 到曾任權年代 和梁錦松年代 我們都設立了大量的政府特別項目基金 政府的項目基金 無論是未來基金 密密基金都好 它是可以回撥回來 在公共財政上 未必它的本金可以回撥 因為基於基金原本成立的目標 但是基金所賺回來的利息等等 有機會也可以回撥回來 這個公共財政開支 以及只要它經過立法會 是同意的話 其實它是可以一次過 將這些小金庫的錢 完全回撥回香港政府的庫房 所以大家去到最後 放心 不會那麼快破產 波叔只會將波越滾越大 丟給下一屆 最多 但是它是很有充分的方法 以及原因也好 或者工具也好 頂到它任內的財政年度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爆煲不會在它這一代出現 這是我們看到收入行的分析 接著去到支出項 支出項 不如我們去看看廣告 看看艾良莫經理有什麼廣告 然後我們看看 其實政府在各類型的支出上 有哪些是永遠都很煩地 咳不了的呢 還有哪些為何今年突然多了支出項 你猜猜哪一個部門支出得最多 或者升幅得最快 不如我們廣告回來 我們繼續 為何你這樣都學不懂 這句話會不會是你的心聲 有沒有想過小朋友到底為何學不懂呢 希望學新繪本 文字總是看不懂 和你一起看懂讀寫障礙小朋友的內心世界 為何你記得我講過的說話呢 因為你很重要 只要有愛 就可以將像小石頭的小朋友 變回棉花糖小孩 希望學最新繪本小石頭 帶大家共見同理心 廣告回來繼續堅尼地 我們講這個支出項的財政預算案 財政預算案支出項目 這些全部都是公開資料 即23條 不算了 23條 究竟這些是國家機密 我也不知道 總之我這個只不過是 將幾份財政預算案的數字 夾出來給大家看 左手邊應該是Million計 所以應該是250個B 然後按各個政策範疇 去看它的支出項 由2018年至2019年 看到現在2024至25年的預算項目 我們一起看看 究竟哪一個政策範疇 香港政府會越擺越多錢 首先會看一看 當然是大家覺得 例如我很關注 教育項目 Sorry 教育項目 其實這麼多年都差不多摩頂了 其實我們每年都大概只有108個Billion 不夠110個Billion 去做這個教育項目 接下來會好些 今年有113個B 之後有115個B 但是其實這麼多年 教育的開支是維持穩定的 不過 先是要跟蔡若蓮局長澄清 他會覺得 會不會是局長好像爭取不到錢 其實不是的 學生人數是少得很厲害的 我們在學生人數這麼少的情況下 教育局的開支都維持 或者教育政策的開支都維持這麼大 你也真的要多謝蔡局長 用無所不用其極的方法去頂住預算 不過 那些預算可能都放在國安那裡 你想想我頂住預算 我也是用國安教育頂住 但at least 就是這樣計算的 出來的效果好不好 其實以前我有一個項目做過 就是用這個教育開支 去除回它在OECD PISA的分數 就是政府每花一元 會等於在香港的學生拿到多少分 那條數是很過癮的 你會知道有些人或者政府 其實花錢不是很容易的 甚至乎哪怕新加坡政府也是 新加坡政府的教育開始很高 但其實PISA的分數不是特別 雖然是拿到第一 但因為按分數比 它就花得不太划算 香港就算了 好 另外 第二條數 社福開支是升得很厲害的 其實我們由這幾年間 一二三四五六 六年間左右 其實我們的社福開支是上升的 這是一個很大條數的上升 我們由過去90個Billion 今年是110個Billion 大概升了10-20% 基建開支 每年都要蓋東西 這個數字又是升 但 by the way 因爲這條數字又是用港元計價 而且是Nominal 所以是有通脹的 這個是要看下去的 食衛局 經濟房屋這些其實是很fructuring 這條數字我們就不要看了 但是有兩條數 我想香港人就很關注的 他說我們這條數字 是否最大的升幅 是來自哪裏 是否來自國安 很有趣 再給你看看 你發覺其實我們升得最高的數字 在哪裏來的呢 就是這兩條 這兩條 衛生剛才所說的 社會福利也正在升 但其實是我們的衛生開支 我們的醫療開支 是升得最快的 這六年間 原因其實是完全不能簡單解釋 爲什麽可以有這麽大的升幅 就是因爲老年化 現在我們在花大約一百二十個 billion 下一年 二四二五年 就花大約一百二十七個 billion 說七年前 我們只是花大約一百二十七個 billion 這條數字是升得非常非常之大 原因是因爲真是老年化 對於衛生的要求 和公共開支要求 多了很多 當然還有社福問題 因爲老人問題 左手邊的一定是說老人醫療 第二就是老人福利 所以兩邊都是會折折上升 這是一個老人老年化的問題 第二條數字 是否國安的開支多了很多 我真的可以和大家說 不是多了很多 這條是保安政策條數 保安政策條數 你看到預算 其實你會發覺 爲什麽條數不是很大的 以前五十個 billion 現在說六十八個 billion 多一點點 好像都叫做不錯 看起來 我們香港警察很省錢 待會我就可以告訴你 因爲有條數叫做輔助服務 這一條數 才是大家會發覺很奇怪的一條數 這條輔助服務數 其實你看到組成的比例 是不可以當作其他的 因爲譬如說 今年第1、2、3、4 四大開支 第四大開支就是輔助服務 在下年的開支 第五大服務就是輔助項目 那你如果將一個輔助服務 變成其他的官網的話 其實你過不了帳戶 爲什麽其實輔助服務內容是什麽 甚至是輔助力這麽大 試過很高開支 突然間其實都會擺出來 讓大家看看 輔助項目 其實曾幾何時是升過百分之八十的 即是只有一倍的開支 爲什麽呢 其實你可以都猜到的 因爲這一年疫情 所以輔助服務的開支 其實有機會是一些突如其來的需要的錢 那些錢就是可以放在輔助項目上面 根據政府的理解 輔助項目包括是由中央管理的公務員事務 行政失當的投訴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政府內部服務 收入財政管理 給予立法會支持 等等這些都可以叫做輔助服務的項目 但是大家都知道 立法會支持是多了很多 多了一倍 但是你也不用多了那麽多開支 有部份是什麽呢 COVID的幫手或者支援 有一部份是放在輔助服務上 譬如說購買方艙等等那些 我相信很有機會是放在 不是 方艙有機會是兩邊都放 你看到 醫療應該有機會不是放在衛生 因為你想一下 衛生在COVID期間 都不是升了很多 應該用了輔助服務的項目去掩蓋 同樣地 有什麽數可以放在輔助服務上 有一些跟中國有關內地的數 正如剛才所說 包括由中央管理的公務員事務 內地政制事務 所以其實國安公署 起國安的項目 有時候都會放在輔助服務上 至於為什麽我們的保安項目 有什麽英俊 一直都不是升得很多 其實原因是 因為這條保安項目 是牽涉一些很基本的東西 譬如說司法制度 又或者內部的保安問題 即是警員 交通警的新樽等等 這些就放在這條項目 所以砌了出來 你發覺當政府問 我們是否因為國安 而搞到保安項目大增 政府回答你不是 這條項目 不是加了很多 你看到的 之前50個Billion 現在去到最後 都是62個Billion 比起醫療少很多 各有各 數目的問題 但是你看到總部的開支 是不是多了很多 譬如說 教育局 是比起18年至2024年 即是過去6年前 到今時今日 大概升了30%的教育局的開支 香港警務署的開支 由1819年至2024至25年 升了四成 開支其實也是多的 但是正如 剛才我們應該要馬上拿出來 正如警察援助級協會所說 接下來又有23條 林志偉林sir 大家記不記得這位林sir 即是傳信去炮軍政務司司長 他都說 23條立法黑不容緩 認為在23條立法之後 警隊和其他紀律部隊都會迎來挑戰 希望在政府在薪酬檢討上 要有妥善回應 簡單來說就是加工 挺正 當全世界說公務員有沒有機會減薪的時候 其實大家真的要多謝一下林sir 林志偉 他真的挺成 他這一部分上 就是大家說減薪 我拿著這麼大盆的警察 即是我拿著這麼大盆槍 你有機會一減薪的士氣會低落 不如我先發祭人 獅子開大口說加薪 最多的就是減教育局 之後我們警員的開支或者生津 起碼保持著一樣 這就是他這次最大的一個政績 你問我 林志偉sir 有機會幫他的同袍爭取到不減薪 就已經是贏家 不過無論怎樣也好 其實這次的開支 我們剛才是否說過 保安事務的人工都是加了 開支是保持著一樣 但是跟教育局一樣 教育局其實我們學生人數少了很多 你有沒有想過我們警察近年 聘請都是聘請得非常之少 不要說聘請得非常少 請不夠人 我們警隊的人數是少了很多 所以在警務人員減少的情況下 都能夠保持到預算有微微上升的話 其實政府真的對警方都非常之敬善 也算不差 但是我也相信到後期 林sir會很有機會爭取成功 其實香港最重要的就是槍在他們身上 你出界有三萬支槍 那你不是向一支槍減薪 按道理 在全世界都很難做到的 你要地分警察 為什麼在美國做到呢 因為美國有幾把槍 有國民警衛 然後又有警察 又有不同人 甚至乎一般的美國的基本市民都有槍 所以你要地分警察 其實就相對容易一點 香港政府只有一把槍 我們解放軍在香港駐軍不算特別多 如果大家有看警隊歷史 我們可以有空無事找找一些殖民地的書 過往其實就是英國殖民地 是利用了香港警察成為了半個軍事系統 所以導致到英國在香港駐軍不需要很多 所以其實我們最大的武力值就放在這裡 你從這個角度看是減不了身 好 講到這裡都差不多了 應該都30分鐘左右 可以賣廣告了 賣一些in-house的廣告 這個又要跟大家講講 全球的香港人都真的有很多活動可以參加的 BAY AREA 3月23日繼續有HONG KONG FAIR 我們接下來的HONG KONG FAIR 你看到都非常精彩 有很多不同的攤檔、團體和organization 都會在Fremont的HONG KONG FAIR 擺展 大家就踴躍參與 積極大家參加了 大家要拿票的話 就可以在下面的連結找到票 另外 3月30日還有一個講座 這個講座我也覺得過人的 23日有HONG KONG FAIR 30日有一個美國買樓的首次置業講座 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Fremont找到兩位地產特貸款的專家 大家就講一下在美國買樓 有什麼需要注意呢 另外 多倫多的社區中心 上次搞得非常之好 那個元宵的盛宴 你看到我們經常都說 有八個跨黨派嘉賓 來到多倫多的盛宴 其中一個重量級的嘉賓是誰呢 就是保守黨的黨魁 就是博麗智 也是在這個武師的傳統下 做了一個點精的儀式 大家認住他 保守黨黨魁都來到多倫多的社區中心 還有下屆究竟今次大選之後會不會保守黨上台呢 你分分鐘就是看到下一任手上 也很感謝幾位多倫多的香港人社區中心的董事 譬如Joseph、Aileen等等都很積極地參與 還有Janny、Benjamin等等 聽聞搞了一個很厲害的元宵 不過很可惜我去不了 但也恭喜大家 另外還有很多社區中心近年都有很多活動的 我記得我剛剛是不是之前看過有個賣雞蛋仔的 應該是在Metrikan 另外因為剛剛也是元宵 就是在奧斯汀也有個活動 不如說到這裡之後就差不多 明天回來堅尼地正經 繼續 香港人還可以在哪裡看到新聞呢 眼見記者的流失 編制的減少 資深記者的離職 令到新聞資訊開始少了 即使留得低的資深記者 分析完單新聞 播出的時候又怕又怕 所以在這裡 我願意請大家支持我們 堅尼地球的製作團隊 簡單透過一個Like和Subscribe 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動向和資訊 如果大家行有餘力的朋友 也可以加入我們YouTube頻道 去收聽我們的深度分析和專訪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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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